南投国中美术班历史悠久 培育出无数在艺术方面的人才 校方为了展现学童学习的成果 每年都会举办毕业展供众人来欣赏 第31届南投国中美术班毕业连展 在文化局举行 展现即将毕业的学生多元的创意及学习成果 落大的海底世界 是学生们一人一幅画作所拼接而成 展现南投国中美术班学生的团结与创意 原本以为美术班是专攻美术创作 入学之后才知道美术班其实是学术并重 启发学生创意与知识的地方 刚开始就是单纯不想读学科才进来 但是发现其实学科还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诱读 然后所以就是学术并重 南投国中美术班历史悠久 在师长的坚持下 学生呈现多元学习的成果 第31届美术班毕业连展在文化局举行 历经三年的艺术洗礼 学生以异教徒定义自我 让具有艺术胸怀的师长们相当惊艳 我们这一届的31届的同学 老师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当年刚进学校 学校就要执行大型的计划 所以一刚进学校 我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彩绘的筹划 这些丛林道友的规划 我们跟着现在的美三 跟当时候的美二的学长姐 我们丛林道友 一步步的摸索 从我们的构图 从我们的分组 从我们的上山 打底彩绘 这一路走来 老师看到了大家的成长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 即将迈出我们那个国中 其实心中充满了不舍 我看到美术班成长三年的孩子的用心 以及努力 特别是那种感性 这方面的成长 很重要 肖老师一来 看着台面上被三个字引住了 美术班毕业美展 异教徒 这异教徒 取得真好 我一直在想 异教徒 艺术 我好像是异教徒 毕业连展 每年借由毕业班的学生 丑画设计 除了精致多元的作品展现 在开幕茶会之中 学生也展现音乐 以及舞蹈的才华 充分展现了年轻人的活力 与热情 无论在表演艺术 或者在作品的展览当中 你可以发现 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而且他们非常有创意 你不只在他的画画 或者是在线条 色彩的丰富性 包括他的创作性 都非常的丰富 同学们呢 更展现出他们的表演天赋 所以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 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我以老师我也非常的 非常的喜欢他们 南投国中美术班 除了强化美术职能 同时也注重学生的学科发展 透过了毕业连展 让学生丰富且多元的创意 呈现出来 也让大家体验学生 国中三年来的成长与茁壮